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辈美食频道 今天做一个干扁湿鸡豆 干扁湿鸡豆 这是处理好的湿鸡豆 洗干净空干水 配料也简单 一点牛肉末和鹿肉末 大蒜片 胡萝卜片 小青椒丁 准备了三种酱 一种是豆瓣酱 还有一些朝天椒酱 还有这里的一点麻辣酱 照理应该说放花椒末的 因为有了麻辣酱 我就不放了 好了,我们开始操作这个菜 开火 锅烧热 加油 先炒湿鸡豆 湿鸡豆不大容易熟 要炒大概五分钟左右 是 这些鸡豆也可以油炸 油炸速度快点,不要这么长时间 可是我今天是用炒的方式 像这样摊开 炒一起 摊开炒一起 大概五分钟左右 又不要炒椒 又不能炒椒 不高低 四分钟这些 喷叶 糊 味蜜 鱼 攀開來磨動,攀開來磨動 火呢,開中火 大火的話,容易炒焦點 像這樣攀開來,再翻動 攀開來磨動 攀開去 攀開 攀開 浸泡后,往里面加点盐 一点点 刚才晃动了,拉斯姿豆先入两位 我这个美食视频做菜都是直播性质的 当中有暂停,后期没有剪辑的 所以相对来说比较粗糙一点 请大家见谅 干扁丝鸡豆就这样 干扁的炒,然后又不焦 又不炒焦 哈 爽 所以就是这样一只要动 不然的话容易焦 差不多看上去表皮有点起皱了 就是差不多熟了 好,差不多到处了 锅里再加点油 先放入蒜片爆香一下 蒜片下锅油一炸很快有香味出来 然后倒入鹿肉末和牛肉末 放入豌肉 好,差不多斷生了 倒入三个酱 混合了三个酱 然后倒入青椒丁和小胡椒去捡 香味很重 三个酱放来一块肉末 这个香味,大蒜的香味 香味很重 大蒜的香味 好,差不多是一个 淋一点生抽 放大块酱 放大块酱 看看 鸡肉 放大块酱 放大块酱 切开 大块酱 用蒸鸡肉放入鱗肉 好,我把鸡肉放入鱗肉 鸡肉放入鱗肉 細胞肉放入鱗肉 鱗肉放入鱗肉 鱗肉放入鱗肉 可以出锅了 一盘香辣干变四季豆做好了 喜欢的请关注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